來 我說你今天跟我說話 三隻我 不知道 你找到好嗎 可以吧 你愛我嗎 不知道 蛤 還是 哈囉 歡迎收看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如果一個男生不善表達的話 會不會影響你跟他在一起的可能性 很多人會問我這個問題喔 那邊的男生比較多 那你們科系的男生 是不是都不善於跟女生相處和表達 其實相處久了 我真的覺得 我不會啊 不只是理工科的學生 有些男生學生比較害羞 不善表達 其實這種男生說不定反而比較專一啊 就有些油嘴化成的男生 感覺就不是什麼好東西 對 反正這種木嫩一點的 木嫩 木嫩還是木嫩 比較木嫩一點的男生 很可愛嗎 我個人覺得很可愛 你懂的 有些人會覺得這些人比較無聊 我就去問問看大學生的相伯吧 有 如果有一個男生他不善表達 會影響你們跟他在一起的同性嗎 那你先不表達 真的iin 送東西給你之後 吃不下來跟你吃吃的啊 他可能會誤會 不說啊 但你就不會介意 我看上次 他也不會說 愛你做姓也是 主來主往 然後出來 對 對很棒耶 我一直沒有對你又表達了 透明那個感覺不出來 我就反過來弄 對 看我表達 然後就是每次都要拿孩子主動 哦 你覺得你還是主動也是很好的 假如是你男朋友 弄他 她背上去 喔 好可愛喔 就是很可愛的那種行為嗎 弄到她離你們了 這樣也不錯耶 學到了一招 感覺會 會吧 不會 兩個會 兩個不會 自己是站於表達的 我一定是站於表達 所以你也覺得 不在表達 讓你就告訴你 所以全部在等一下 那假如她過分會表達 可能不只女生 她就每個人都這樣 可能會跟大家聊天 可是我也很會跟大家聊天 我是想說 雖然她不算表達 但不太表不如過頭 所以我可以跟她溝通 對 也很棒 溝通跟游游滑水不一樣 然後我也想 因為我覺得 夠愛一個人 就要用她可以理解的方式 喔 妳可能不善於表達 那妳可以做什麼行動 讓女孩子知道妳是愛她的 可是要從日常生活中做習 或習慣說晚安 早安 就是要有固定的關係 讓對方知道說 你在她心中是有一定的重要性 很幸運耶 遇到友言又有內容的 不是 會 妳會在意哪些東西 說什麼 當時接 我們不知道妳要什麼 那就是用心溝通啦 那就例外了 會表達 互相 她做了什麼 所以我不知道 而且有點互補的概念 她可能不善於表達 那表達這一塊我來負責 對啊 是嫌嫌 所以我幫她表達 她就覺得很開心 我沒差 反正 啊 她害羞 好可愛 妳自己會教導嗎 會 妳屬於會表達的 多少會吧 我說妳今天跟我說話 三隻我 知道 妳找到好嗎 可以吧 妳愛我嗎 不知道 蛤 要是 哈哈哈 妳是很多問號嗎 問號 因為這樣不善表達啊 可能會希望 多多多 表達一點嗎 對啊 表達 她死都不跟你說啊 如果是吵架的話 就麻煩容易出問題啊 沒關係她喜歡Rap 對啊 你為什麼今天這樣做 那就可以接受囉 哈哈哈 如果說在暧昧階段 你就會發現 她不善於表達 那會影響你 繼續追她的心情 不要看內心啦 她只要算男就可以 剛會嗎 如果沒有表達的話 就也不知道她是怎麼樣的人 哦 對耶 除非妳認識很多 她很好 或者是相處正常 假如今天是一個比較木讀的人 跟一個很會表達的人 你會覺得哪一個比較好 你不覺得木讀的比較好 可是實在 但是面對這些天譽的時候 你不會比較心動 還是會被影響吧 我們今天啊 好了 她們的想法比較偏向於 用不同的方式表達沒關係 但至少要我知道 妳是愛我的 妳也要把妳自己是一個 怎麼樣的人 去表達出來 我覺得這個人是比較重要的 假如一個人都不跟你講話 跟一個人組過來 一個人交朋友 一定是組過來 跟妳交朋友的 跟一個人選的選擇 對啊 一定啊 但是我會對 沒有說話的人 就產生好幾次 那我跟妳講 兩個都是有好處的 大家的想法是怎樣呢 下面留言 雖然其實聽我們兩個這樣講 都沒有那麼客觀 對 因為我們還是會參雜一些 自己的想法 那我們今天到大學的 校園觀察察就不太一樣囉 我們正式請到了 一直都希望有一個 比較客觀 專業的人 來跟我們解說 這些就是 兩性交友會遇到的問題 應該怎麼解決 對 那我們就歡迎 FLORA 大家好 我是FLORA 有些男生他會關心對方 然後他會用行動表示 那其實我覺得 男生再會說 什麼都不做 也是沒有什麼用 用行動打動對方 女生也是可以接受的 好好打理外在 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跟你約會的女生 他就 你會覺得他非常不尊重這個約會 雖然說 男生不見的都是靜靜 可是你好好穿衣服 看起來乾乾淨淨的 一生其實對你的感覺 就是會比較好 另外非常可以加分的一項 就是體貼 例如說現在天氣很暖 無藥要求女生中午去散步 第一次約會就是 頭其所好 地點 吃的東西 都是找女生喜歡的地方 他就比較不會打搶你 要好好講話 因為不會講話真的很慘 不要亂問問題 見面就問他說 存款幾公斤 交過幾個男朋友 之後慢慢了解也不遲 另外一個就是 多女生告訴我說 他們最討厭自己人士的男生 越沒有料的男生 越不會 因為真的很厲害的人 他是不用自己講出來的 大家都知道他很厲害 不管會講話 人不會講話 一定都還是有他的視場 就是要好好發揮自己的魅力 不管你要看起來好好的 或者說你要當一個 溫柔體貼的暖男 其實女生都會喜歡你喔 那我們聽完PROBA的分享 我們謝謝PROBA YA 那在這邊呢 就祝福每一位觀眾 還有一些不善意表達的朋友 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們的朋友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還有追蹤我們的instagram 喜歡追蹤聲明的話 可以去訂閱他的頻道 還有貓語香菜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你們的主意 支持 我們下次見